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英语文里面可以用打赏 打赏就是来的意思 用来打赏比较像英文的用词 比如说 哇 刚刚这个更精彩的邀请了 也比较明确 大家一起重复一下 我们在礼拜天晚上有派对 您能来吗? 谢谢您的邀约 刚刚我说过拒绝邀请好像会比较困难 要怎么说呢? 对哦 怎么说呢? 哎呀 很简单啦 那有NOS就说 Tidak mau 我不要 当然不能这样讲 这个Tidak mau 好像在心里面比较适合 不能用这句回答 Tidak mau 我不要 对 要这个委婉的拒绝要请 menolak dengan halus menolak dengan halus 好 现在我们来听听kan 怎么 yang menolak dengan halus 好 比如说 terima kasih atas undangannya tapi saya sudah ada janji 谢谢您的邀请 可是我已经有约了 好 大家跟着我已经听到 terima kasih atas undangannya 谢谢您的邀请 tapi saya sudah ada janji 可是我已经有约了 大家一起重复一下 terima kasih atas undangannya 谢谢您的邀请 tapi saya sudah ada janji 可是我已经有约了 不过可以不拒绝 但是用不确定的答复 也是可以讲 比如说像这样 saya mungkin bisa datang tapi agak malam ya 我可能会来 saya mungkin bisa datang 我可能会来 tapi agak malam ya 但是要晚一点 saya mungkin bisa datang tapi agak malam ya 我可能会来 但是要晚一点 mungkin就是一个可能的意思 mungkin可能 那 bisa datang 就是会来 tapi就是但是的意思 刚刚说 agak malam 就是晚一点点 好吧 那今天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terima kasih sampai jumpa by bwd6